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SPN也出了一篇多长的文章说这件事 所以今天综合了这三个资讯去做出一个报道 由于资讯太多所以将会分为两节进行 这一节就会讲卖人的情况 还有我们会买什么人 第二节就会跟大家讲讲青人的名单 还有加勒沙卖盘究竟搞成什么 但跟大家讲这些资讯之前首先要多谢 小桃Lao的Super Thanks 多谢你 他就说多谢 小桃请我喝奶茶 即管看看Ferbicio Romano现在又在说些什么 昨天他在United Stand那条影片就这样说的 他说曼联现在这一刻的而且确被卖本所影响 所以重要的买人暂时未能进行 现在只能够主要集中在一些 即是逐约那里 大家都知道的了 小桃Lao搞定了 加勒组搞定了 现在就说迪基亚都相当接近 无限接近的了 当然 还有一个挺大的就是 福仔究竟搞成什么 另外关于买人方面 他就说曼联的priority就是这样的 最重处出击就会一个前锋 一个中长 一个中坚 其他的位 就真的要看一下 那个budget剩下多少 在前锋方面他又提及 荷兰特 荷兰特 就说 首先荷兰特在这个暑假 就要搞清楚 找了他那个新的经理人 因为他现在在找 很久之前 我想大概几个星期前都说过 就看看他找了个什么经理人 就有个idea 究竟他会去哪些 哪类型的球会 暂时都未知数 但是 曼联来说 始终 因为刚才Fabicio Romano说的 都会主要是买一个重要的前锋 所以 哈里加尼 这个叫做 奥士文 这些都是主要的 荷兰特 始终都是一个 后保的名单 在这个 我们的名单上 但是 曼联 就是有一些 非正式的跟他们 接触 大约 亦都跟球会方面 亦都跟球会方面 亦都谈过 非正式的 未正式 就探订 到底价钱多少 这样 根据 Fabicio Romano说 价钱都是6000至6500万 欧罗才有交易 但是个人条款 就应该问题不大 为什么 因为 因为 荷兰特都很想去英招踢球 尤其是来曼联 但是 其实 买不买荷兰特 其实真的要看一下 如果我们买一个很重要的前锋的话 根据Fabicio Romano说 买荷兰特的机会 就相对来说 好了 接着说中场 中场方面 当然 现在吹到热烂烂的 就是曼职 但是Fabicio Romano说 曼联还未正式落必 因为 车路士现在这一刻 就没有兴趣谈 因为 就说了 8000万 欧罗 没有 就没有 没什么谈 这样 曼联绝对 就不会付这个价钱 Fabicio Romano说 但是 球员想走 所以 这个 他就说 会是一个拖 拖来拖去 肯定 因为 车路士 就要卖很多球员 究竟他是不是可以顶到最尾 真是继续曼职呢 所以呢 这个就真的 看下我们曼联有多有耐心 那就是 就是 都可能要少少时间 但是 Fabicio Romano所说 其实 相对来说 曼职虽然说 现在等着车路士跟我们 拗手挂 但是他就说 反而最大机会 是我们这个夏天的着底一线 所以大家要明白了 就是在6月那方面 唯一的机会就是曼职 就是车路士突然间退退 那我们就买到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其他目标都要较久一点 是很少的 例如 其实呢 另外一件事 其实不直接关于曼联事的 但是都相关的 就是什么呢 因为呢 马里士打 就应该如无意外 就去这个 利物浦了 对不对 那么 所以呢 白礼顿 现在就很繁忙的 搞着马里士打那单转会 就没得空理 这个卡西道 卡西道 这个转会 曼联来说 其实对于中场来说 现在全是曼职最厉害 但是其实 都是曼职一个开放的态度 所以呢 卡西道 卡西道 现在暂时就未知 Ferbisio Romano就说 车路士就很想签他 但是 其实无论球员方面 白礼顿方面 都仍然是开放其他的 所以 如果马里士打那单转会结束之后 曼联会不会转态走去 谈这个 就是卡西道 甚至乎起码放下风 令到 车路士不要冷淡定 这样 这个绝对 都是有可能性的 所以中场那方面 其实 不是很实正的 没有说一定要追谁 这样 就比去年 这个法兰迪庄的情况 就差很远了 OK 那么中场就来到这里 最后 未最后的 不过就先说中坚 因为重要的位置 前锋 中场和中坚 中坚 其实Kimman Jai 基本上 就大家都知道 一定要7月头 那个礼拜 才可以发生的 因为他买换条款 就只在那段时间 可以行使 曼联 绝对 在这个竞赛里面 亦都跟他们的 经理人 谈过 即是球员 Kimman Jai的经理人 谈过 就说真的 只要去到7月的时候 就应该很快 希望快而准 搞定 原来Kimman Jai 都很想踢欧联的 所以 现在暂时 和曼联竞争 Kimman Jai 主要来说 就是 努卡素 我们和努卡素 都会追逐 追不追到Kimman Jai 但是 Ferbicio Romano 亦都说了一个 很重要的资讯 就是什么 如果曼联 追不到Kimman Jai 就已经开始 在法国那边 看中坚 换句话来说 大家 譬如man kid 或者其他朋友 就帮忙留意 法国那边 法甲那边 有什么好中坚 就看看曼联会不会有兴趣 这样 重点 总共除出击的三个位置 和大家大致上讲的情况 另外 还有个龙门要谈 为什么呢 虽然龙门 不是我们的重点 因为正如刚才所说 Ferbicio Romano 后来都出了个post 说迪基亚那方面 都差不多 搞定 所以 迪基亚就应该 会做约的 其实不是 是另外一个媒体 不是Ferbicio Romano 不好意思 他先收剑 但是 究竟 图达门章 Diogo Costa 应该是国家队的门章 怎么看呢 Ferbicio Romano 就这么说 曼联希望找到一个年轻 但是 不是那么贵的门章 所以波图要到7500万欧罗 基本上 曼联就不会想的了 所以来说 我们就可能 就是 说真的 我们自己也有个 有几个几好的年轻门章 我不知道 他们会不会考虑 但是 我相信 站在现在的立场 因为 阿坦特就说 要找个门章 跟迪基亚 是可以有得争的 如果我们自己 清分那几个 我想到现在的一刻 你说跟迪基亚 去争正选 其实 未必够了 所以 看个小 会不会又用回 那些既章 就是找一些 年纪比较大一点 但是有那么 实力的 门将 就会跟迪基亚竞争 我觉得 如果听 Ferbicio Romano 所说 机会都不小 可能就是这样的情况 最后说到车路士 就是之前说车路士关于万治 想说多一个 就是 Jal Felix Jal Felix 曾经跟我们也扯上了关系 其实 不是没有机会 为什么 他说 车路士就不会续借 完的了 但是 马体会 亦都开放 如果有人 去落 必的话 他们都开放 可以让Jal Felix 走的 当然 我亦都不是太鼓励 曼联去落 必 因为老实说 如果他是作为一个 前锋的替补 我自己觉得挺好的 为什么 他几个位置都可以踢 而且 入球能力很奇怪 他硬是对着曼联 如果他帮曼联踢 会不会有好色入球呢 这个我就回答不了你 但是 如果他作为我们正选的选择 无论是 踢正9号 或者其他的攻击位置 老实说 我又觉得 未必是那么理想 还有 马体会最愚蠢的 自己就用了很贵的价钱 买了他回来 又不舍得国价 卖他出去 又要死要 很多钱才肯卖 这样 所以 说真的 这件事绝对不是过瘾 不过 只不过和大家说 Jal Felix 仍未有个去向 究竟是怎样的 所以 暂时都是开放的 不过我估 曼联找他的机会 就不大了 还有最后也是那句 格拉莎 真是好死麻烦的 搞到现在 所有重点的收购 都未能够开始 虽然 转会枪 还有个几星期才正式开 但是其实正在谈 你想想 几多的交易都已经 差不多都宣布了 纯粹登记 但是去到7月 我个人的估计 转 我们买人那方面 才会正式 启动 所以呢 肯定就 虧了老老实实 又是哪个的错 大家自己想想 这次就来到的 下一次会和大家 讲讲 我们 卖本方面是怎样 和卖人方面是怎样的 拜拜 多谢各位收看 请不吝点赞